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很多人还有着高雅的气质 不俗的才华 但是偏偏中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鞋 命途坎坷 甚至英年早逝 第一位白小曼 终年18岁 有着临代以后最大的发现之称的白小曼 是一个中美混血儿 拥有着高鼻梁 大眼睛和曼妙身材的她 堪称是人间有物 1974年白小曼遇到李汉祥 他不仅成为了李汉祥的干女儿 还担任声色拳马的女主角 而且资源不断 更是与邵氏电影公司签订了五年合约 得到了邵氏的力捧 不得不说李汉祥对他的挖掘 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不仅帮他戒掉了药物 还让他改掉了放纵的生活 即使如此 美人依旧凋零 在声色拳马还没上映的时候 白小曼不在了 轻生原因众说纷纭 有说因为他的家庭 也有说是因为黑社会 还有的是认为是邵氏和李汉祥有关 无奈美人已经逝去 连同他的哀愁一起化为一捧黄土 除了他自己 无谁能给出定论 第二位 李婷 李婷出生于北京 1961年随富南下 李婷个性内向 文静忧郁 经常饰演柔顺女性 苦命姑娘 只在《恶与河》中担任过主角 在感情上她屡屡被骗 因为家庭困境 而接受一位轮船公司经理的婚约 得定金20万 无料这笔钱被导演秦健看上了 向她许以空头感情之诺厚 挪去赌博 输得个一干二净 绝望之下 人才两空的李婷 在邵氏影城宿舍里悬梁自尽 死状恐怖 她以罕见的方式自杀 她为之自杀的原因至今仍是忌讳 她的性格 荧幕形象和她的一生都是楚楚可怜 当时的电影界对此事惠莫属深 因为当事人是一代明导 三年之后 在事业 经济和家庭的困扰下 导演秦健 同样是选择自艺辞世 第三位 翁美玲 中年26岁 1959年 翁美玲出生于香港 在经历了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之后 移民到了英国 并在英国完成了学业 1982年是改变翁美玲命运的一年 这一年23岁的翁美玲回到了香港 参与了港姐的竞选 不过最终只拿到了第八名 但是她却被无限 发掘并签约 9月份翁美玲参加了理想黄荣的竞选 最终从三千多人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这个角色 虽然外界对翁美玲饰演黄荣一角 充满着质疑 但是《射雕英雄传》已经播出 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翁美玲在剧中的表现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她古灵精怪的样子 简直就是黄荣本荣 由此她获得了最美黄荣的称号 1985年5月14日 翁美玲在家中因煤气中毒身亡 享年26岁 对于翁美玲的逝世 我们一般认为是因为情场失忆 在拍摄《射雕英雄传》期间 她与汤振业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也因为与汤振业之间的感情破裂 和外界的闲言碎语 导致了她的自杀 从此世间再无最美黄荣 第四位 丁浩 中年27岁 丁浩原名丁宝怡 原籍广东东莞 1939年10月9日出生于澳门 她出身官宦世家 其父是参谋长 丁浩长相甜美 天姿聪颖 并甚至语言天分 她在影坛有小情人小丁浩一称 丁浩毕业于国际公司的演员训练班 她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是与同事新人的苏凤合演的《青山翠骨》 她的电影成名作是1958年的《小情人》 丁浩在电贸公司八年 出演电影《军为国语片》 电贸时期 丁浩主演了《小情人》 《凉傻大闹太空》 《喜相逢》 《体育皇后》 《南北河》 《一段情》 《荷花》等影片 1963年底 丁浩离开电贸并闪电结婚 婚后她以自由身份重返影坛并改演《粤语片》 主演了《鬼凶手》 《捞世界要醒目》 《四姐妹》等影片 《粤语片》时期丁浩的电影《反响平平》 1965年丁浩与丈夫分居 1966年她赴美国洛杉矶发展 1967年5月23日丁浩在美国守着儿子照片养药自杀 享年仅27岁 第五位 杜娟 终年28岁 杜娟1932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苏州 1969年11月30日自杀去世 曾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杜娟生于苏州 1954年随父母逃往香港 1960年主演《狂恋出名》 1958年考书电茂 曾参演电茂电影《青春儿女》 同年加入邵氏为基本演员 改一名为杜娟 以配角身份演出《妙手回春》等片 自1960年《狂恋开始》担任主角 走妖艳的戏路而红极一时 1963年平第二春获第二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1962年杜娟和九龙八十公司的雷启成相恋 1964年结婚 但是婚前还是山盟 婚后这一对大明星和大少爷却成了冤家对头 两年后便已离婚收场 重返影坛的杜娟难以再续辉煌 在精神和物质双重潦倒的情况下 服用过量麻醉剂缺失 连病脸肺都是丧葬委员会分摊的 第六位陈宝莲 中年29岁 1990年陈宝莲参加亚洲小姐落选 第二年前约拍三集片 因为当时还未成年 由她母亲代签合同 陈宝莲有着漂亮的脸蛋和曼妙的身材 在电影中表现出色 一系列的作品令小伙伴如属家珍和心向网之 当然了 许多无缘于她三集片的同学 也一定看过周星驰的《国产007》 《爱美神》一绝 经验绝伦 抢了不少风头 陈宝莲身边不缺男人的身影 不过虽然有莫少聪 黄紫阳 蔡丰华等男星围绕左右 但是她到死还念念不忘的 还是大她33岁的黄任忠 最终在2002年7月31日的傍晚 陈宝莲从上海的一栋高楼上坠亡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享年29岁 第七位莫愁 终年30岁 她是第一位全裸的中国影星 她是第一位自杀的香港小点 莫愁生于苏州 15岁时即和一位少将结婚 1959年 她获得香港小姐选举第三名 被邵氏罗志 莫愁善演风筝女子 1965年在聊斋制夜里赤裸出狱 震动影坛 此后在新婚大雪案里担任主角 为了生存 她和年玉花甲的香港火油公司老板 杨存国统居 因为她花心 莫愁曾自杀过一回 到头来杨氏将许诺给她的私处 席卷一空 莫愁一切之下 服用过两安眠药身亡 她正处于事业和人生的上升期 却如此轻易地结束生命 令人叹息 第八位林黛 终年30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林黛这个名字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神不晓 她在香港电影历史上 是最有名头的国语片女演员 还创下了蝉联四届 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的记录 这一记录至今都没有神打破过 出生于广西的林黛 因一张照片寄入了娱乐圈 1951年 17岁的林黛拍摄了一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被著名摄影师 宗伟庚放大 摆在了自己摄影沙龙的橱窗里 正是这张照片 引起了长城电影制片公司 负责人的注意 签下了林黛 进入了长城电影制片公司的林黛 凭借着改编自编程的影片 翠翠走红 之后又加入了当时风头正盛的 邵氏电影公司 成为该电影公司最红的明星 当时的林黛可谓是风光无限 不仅影片频频打破卖座记录 大奖也拿到手软 林黛心地善良 重情重义 还是天才同心冯宝宝的一母 1964年7月1时 林黛在公寓开煤气 服药自杀 向年30岁 她的死讯一经爆出 震惊了全球华人 却了解她出殡当时 成千上万的影迷都来送别美人 第九位乐蒂 周年31岁 素有古典美人之称的乐蒂 原名西仲仪 在祖父的影响下 乐蒂从小就接触表演 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随着母亲迁居香港的乐蒂 考上了长城电影公司并签约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圆梦历程 在长城的五年时间里 虽然也拍摄了几部影片 但都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被人数知 再进入到邵氏电影公司 乐蒂开始大放异彩 在邵氏乐蒂参演的首部影片 就是由大导演李汉祥和胡金泉 共同指导的国语 妙手回春 一炮而红 之后更是片约不断 《红楼梦》 《梁山博语助英台》 《畸形艳妇》等加作频出 成为了邵氏公司的顶梁柱 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 乐蒂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在拍摄《夏日的玫瑰》时 她与今后的丈夫陈后结缘 但是这段感情并没能长久 在发现丈夫对自己不忠之后 乐蒂果断地选择了离婚 专心于发展事业 然而在离婚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1968年的12月27日 乐蒂在家中午睡时 被女佣发现昏迷不醒 纵致医院为时一晚 这位古典美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享年31岁 第十位林凤 周年36岁 提到邵氏电影公司中成功的女明星 就不得不提到林凤了 她是邵氏电影公司早期培养的 最成功的一位女星 还有着邵氏之宝的雅号 出生在广东的林凤 自幼喜欢电影和表演 她经常会模仿影片中的各种角色 长大之后 林凤考树了邵氏电影公司 开始了她的演员生涯 在进入邵氏的第二年 林凤凭借着《鲜秀奇缘》 《横门淑女》两部电影走红 成为了邵氏的重点培养对象 据统计林凤一生 共拍摄过100多部影片 除了演技了得 林凤还能歌善舞 再加上自己清纯的形象 被人们称为银潭玉女 或受人们的喜爱 也深受公司的重视 1967年在拍摄完电影 月向那方圆后 林凤宣布了西影 与丈夫布出了婚姻殿堂 专心相夫教子 但人们万万没想到 这部影片竟成了林凤的绝唱 1976年 人们接到了林凤的死讯 这位曾经的银潭玉女 永远定格在了36岁 有人曾经说过 美人难得 而我想说 薄命的美人更加令人惋惜 这十位红颜薄命的女星 有些人是在人生的巅峰时刻 突然消失 有些在人生落魄时 黯然离世 她们多一份颜色 添一份薄命 她们在平均年龄28岁的灿烂年华 相消欲允 我们回首她们 固然尊敬她们对感情 对电影的坚守和挚爱 却不屑于她们对生命的轻率和肆意 虽然她们在这个世界 停留的时间很短 但是她们都曾美丽地绽放过 都曾给这个世界带来过无尽的美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